记者陈奕云新北报道,警察大人,木栽浦游鬼,新殿警分局安和派出所远警,昨凌晨一时巡逻时被民众拦车,表示一旁私人墓园一直传出声音声,希望远警前往查看,远警想尽办法入内后,看到一名老温岛的烟烟一席,立即通知消防前来救治,一旁民众看了表示是被牵走吗? 警方当时前往墓园查看,但因夜深上锁,所长伍国荣,警员杨军文,薛顺元直接翻墙进入,发现墓碑旁躺了一名79岁张姓老先生,不断发出声音声且有时温现象,警方立即通报消防,但因上锁车辆无法进入,所长当极力断使用这货车上的面火器将门锁敲坏,顺利救援张翁 警方后续追查,才发现张翁的家人多日前就已通报失踪协讯,且老先生又有稍微失智的情形让家属更是心急如焚,还好警方最后又找到老先生,让家人知乎真的太感谢 警方正常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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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